中国人是没有人际关系的 不要搞错了 我们只有人伦关系 没有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是站在 人跟人是平等的立场 他才开发出一套人际关系来 中国人我告诉你 人跟人是不平等的 本来就不平等 一定有大小 因为中国人最讨厌是没大没小 那你讲什么人际关系 我们讲的是人伦关系 但是瑶跟瑶之间 它有瑶际关系 它一定有瑶际关系 你在这里 这是你的顶头上次 你不要只看到顶头上次 你要看到这个地方 你要看远一点 因为你跟他才是相对应的 你跟他不相对应 你会发现你表现得好 理论上他应该照顾你 实际上他是打击你的 是不是这样 照理说 你是我的顶头上司 我有好意见 你应该很高兴 应该把功劳归给我 你怎么把功劳抢光光呢 你怎么在上面面前 我会破坏我呢 可见你的关系 应该拉伸到这里 而他是跟这个 他是跟这个 对应是下挂跟上挂 相对的谣才有对应 当一个人 在下挂 表现得非常好的时候 你就知道 这个最大的人 就开始注意到你 你看我们现在为什么 感觉到这个人才好像断层 就是大家没有注意到 他老看到他就完了 他退休 他也差不多退休了 你要找接班人 你要找这个 你就找这个的 就是我们把一金 不想通到哪里去了 你看你在这里 这个是最高位 叫军位 这整个国家族你负责的 那你的责任是什么 就培养接班人 接班人你要培养这个 等你退休的时候 他正好赶到这里来 你就注意到这个 你退休他也差不多了 也走了 你看什么叫单位 什么叫不单位 像这个挂是什么挂 上面是地 下面是天 叫做地天太挂 太挂也有不单位的 你看这个单位 阳居 阳位 为什么阳位 一三五是阳位 一三五瑶 应该是阳位 这里出现阴瑶 就表示他不单位 所以太挂也很危险 就是因为他不单位 里面有不单位的地方 这个不单位 因为二本来是应该阴瑶才对 这个单位 一三五瑶 是阳瑶才叫单位 如果是阴瑶的话 就叫不单位 那是不是单位都好 不单位都不好也不简单 还要看对应怎么样 你看这个钢 这个柔 这两个对应 这就好 这个跟这个对应 这个跟这个对应 虽然他有些不单位的窯 但是他上下很对应 所以叫三阳开胎 从现在开始 你看到一个卦 你首先要看 哪几个窯是单位的 哪几个窯是不单位的 这是第一个要看 第二个要看的是 上下两个卦 一跟四 二跟五 三跟上 他是不是阴阳相对应 两个都是阳的 这个比较麻烦 两个都是阴的 也比较麻烦 因为一阴阳 他彼此有个调和 单位是代表正 并不一定好 因为还要看其他的关系 你看好人 一定说是 有好报也不一定 你说不一定 他又是一定 这话怎么讲 这话怎么讲 因为长期看是一定 短期看是不一定 长期看 好人一定有好报 但是短期看 你经常是被整得很惨 就是因为被整得很惨 最后才会修人正道 另外还有一个成的关系 就是这两个调当中的 你看像这个 阴阳在上阳阳在下 这个是叫做逆 这是不好的 这叫秤 阳阳在上阴阳在下 叫秤 秤是顺的 秤是逆的 你首先把这个阳记关系 先看一下 你就得到霸子的状况 这个在日常生活怎么用 很简单 你调动一个植物以后 你到那个地方 你先不要动 你先看看 你的顶头上是阳的还是阴的 你先看这个 你的顶头上是阳的 你就用阴的跟它配合 如果它是阴的 你就用阳的跟它配合 如果它是很干净的 你也用很干净的话 那两个人一定搞不好 我讲清楚一点 你第一个要去看看 你的顶头上是 他是擅长用眼睛的 还是擅长用耳朵的 这就不一样了 他擅长用眼睛的 你以后就用文字的 千层给他看 他才看得清楚 如果他根本就不太喜欢看 他用听的 那你就讲给他听 你搞错了 他是用耳朵的 你拼命上千文 他气得要命 他是擅长用眼睛的 你拼命看他一滴咕嚕 他也不想听 我看这个是最 马上你要了解的事情 然后你看看 你底下人是怎么样 他们本来就很内行 本来就已经是很有经验 而且很积极 那你去管他干什么 你多讲话都有他反感的 这样就好了 你看有时候我去按摩 按摩的人就跟我讲 先生 你的这个颈椎脑损 我回都不回他 不劳损 等你到我七十几岁 你就知道劳不劳损 一个人活到七十几岁 颈椎不劳损 那不是妖怪 你还跟我讲这种话 他至少没去 对不对 这就是很奇怪的 你没有眼睛呢 你不知道我几岁吗 你会跟我讲这种话 你跟他二三十岁人讲说 你要小心 你年纪轻轻的这个好顺 你要好好去等 那有用 你跟我讲这有什么用 所以为什么说年纪大 人家不跟你看相就这样 看相怎么看呢 就说你不错啦 活到现在啦 很平安啊 就是这样啊 不然怎么样 你还能讲什么吗 其实像我这个年龄 如果真的有人跟我看的话 我一下我就知道他是高低 因为一般碰到我这种人都说 你现在要多出去找找 交朋友 心情愉快一点 那都没有错了 可是你跟我讲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比年轻人还忙 所以我不太跟人家讲忙 因为我的忙是没有办法想象的 我早上五点钟起来 我一直总部也不休息 一直要忙到晚上 我有那么多事情要做 你有什么办法呢 也不是我早的 来讲如果你自己急着 要去做什么事情 你会很累 我给各位一个秘密 你要主动去做的事情 你才去做 被动事情你都不要做 我从不被人家压得去做什么事情 我不要 所以你看我不带大哥大 我家里没有达入医疾 我什么都没有 我只做我要做的事情 都做不完了 我还要你来要我做什么 我就不做了 人生是从求人慢慢走到不求人 这个过程你自己要去走 年轻人不可能不求人 年纪大还求人 白活了一辈子 我想这是阶段性的不一样 就是那个摇位的变动 你自己要去琢磨 那是阶段性的不一样 在这里 这特急 你需要做一些我 去破产心的不一样 你是 attended colleagues